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美國官員透露一艘 法國巡防艦蒲越號 在這個月的六號 通過台灣海峽 因為歐洲國家艦艇 行進台海的狀況 是十分的罕見 也引發各界關注 甚至可能會加劇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匿名的美國官員指出 在蒲越號穿越台海的期間 中國解放軍事一路跟蹤 事後法國更接到 中國的通知不再獲邀 參加中共海軍 七十週年的海上閱兵 前美國國防部官員認為 這起事件可能反映出 法國開始涉足 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 而美國從去年下半年以來 就六度穿越台海 美國盟友有樣學樣 未來像是日本或者是澳洲 都有可能考慮會跟進 不過我國防部發言人表示 台灣海峽是繁忙 國際海域的一部分 必須讓各國艦艇通過 未來也會持續監控 外國船艦在台海的活動 至於中國國防部 和外交部則是沒有做出 任何回應 不在這裏 對啊 但我驚喜 我們坐在那裏 他們